大家好,我是家富 相信椰子类的一个产品 大家都关注了很多 也用上了 特别是椰乳这款产品 那椰子水 我相信大家在供应链上面 也会有很多的一个选择 特别是椰子水的这一款 产品用来做咖啡啊 用来做柠檬茶啊 而且很多的一些连锁 特别是古名 他也上了这一个西瓜椰椰 就是西瓜大椰子水 再加这一个奶盖 也很受欢迎的 所以椰子水这一个原物料 相信大家都会接触的到 用的到 但是有一个痛点 就是椰子水普遍都是以冷链为主的 很少说一些常温 那菲诺这一款椰子水的话 那它的一个常温 它的一个味道是非常的好 那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去盲测一下 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冷链的 跟常温的椰子水 一般来讲 用钱我肯定就是开发一些常温的东西 因为是方便运输嘛 那我就试一下 目前收集到的这一些椰子水 把它冰了之后 看一下它的一个口感是怎么样 先盲测它冷冻过后的一个味道 香气不足 甜度不高 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鲜度 那我就会着重这三点去盲测 我们收集到的那一个椰子水 看一下哪一款椰子水 是我喜欢的 不是说代表所有人啊 是以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喜欢的一款椰子水 好了刚才小花壶不让我看到的把所有的椰子水都倒在这一个杯上面 然后我们直接看到啊 其实每一款椰子水它的一个颜色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 有一些是比较浑浊 有一些是比较 呃清澈 特别是这一杯的话是粉红色的 那我就知道 它应该是用这种老椰 而且是氧化过的 所以它是粉红色的 这个的话就有点浊 但是我也不好判断 它是不是难喝还是怎么样 然后其他这几杯都是比较清澈的 那我就会从三个维度椰子水的香气跟它的甜度 还有它的一个清爽度去作为一个好喝的一个标准 再重申一次是我自己觉得而已啊 现在是盲测我也不知道 我先第一杯 第一杯都很遗憾好喝 我觉得它的甜度是很自然的甜 不会说很高 但是会比那种无糖的那种微甜是有的 然后它的香气是那种椰子壳的香气 还有一点点肉的那种味道 整体喝起来的话清爽度也是足够的 嗯 第一款就挺好了 好 现在我试完口之后我喝第二杯 它没有甜味 也没有椰子香的味道 甜度也不高 但就是那个椰子壳的味道很重 问题是它不甜 而且是有点咸的那种感觉 可能做产品要放多一点糖才行 好 第三杯我试一下 这一杯的话呢甜度够了 它的香气是椰肉跟椰壳的香气 后段有一微微的咸 但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可能第一杯比它好喝 但是这个也不差 干净度清爽度也高 椰子的香气还有 第三杯也可以我觉得 第四杯 哇 这个椰子的香味好香 比前几款都好香 它不是椰壳的味道 是真正的椰子香味 甜度没那么高 哇 它那个椰子香真的很香 前几款都没它那么香 哇 这个真的好喝 做产品的话可能要放很多 因为它的主味很强 放柠檬或者是放咖啡去做的话 我怕会盖住它 所以它的用量应该会蛮多一点 但这个真的好喝 非常的香 这个 最后第二杯 这个口感上面没那么清爽 壳跟椰肉的味道混在一起 甜度没有那么的高 香气是有 壳的那个味道好重 最后一杯 粉红色的 哇 最后一杯 够甜 香气也够 比前面的那些都比较平衡吧 你没有说它难喝到哪里去这样子 没有刚才我这一杯那么的高香 好了 盲车王 如果我说我要挑的话呢 我肯定是挑这一杯 这一杯不挑 然后这一杯也会挑 这一杯挑 然后这两杯不挑 然后说这一杯的话 也可以 就会挑这四杯 去做产品 如果你是搭香水柠檬的话 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配比不一样 我就不要用那个椰子水测 我用咖啡搭椰子水 去测一下它的那一个效果会是怎么样 好 我们先试一下 从这杯开始椰子水搭咖啡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 第一杯它的一个咖啡的味道跟椰子 椰子水的味道很有层次 大家不会打架 先是咖啡的味道 后段是椰子水的香气的味道 而且甜度也刚刚好 所以第一杯我是OK的 觉得挺好喝 然后现在再喝第二杯 竖一下口弦 哇 好难喝第二杯 没有甜度 然后椰子味没有 就只有咖啡的那苦味 反正就没有味道的一个水一样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再喝第三杯 第三杯把咖啡的一些不太好的味道给压了 所以它的一个咖啡味的香气还保存着 然后再有它的那一个椰子水的味道 也是跟咖啡融合在一起 所以普遍来讲的话第三杯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第一杯 它的那个椰子水的那个味道会更加的香 但是第三杯的话我觉得也是OK了 因为它很清爽 椰子水跟咖啡的味道是融合在一起的 然后再喝第四杯 第四杯也是一样 它的原有的椰子的香气还是足够的 没有被咖啡压住 但是它的甜度没有单喝的时候那么的甜了 所以它是椰子水的香气有 就跟咖啡合起来的话 就咖啡味为主 一点点椰子的高香 其他味道就不足了 喝下去的话可能会 我怕它不耐喝 但是我想到方法就加一点糖就好了 这一杯完全不用加糖 这杯的话只要加一点点糖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最后第二杯 没多大感觉了 咖啡的味道跟椰子水的味道 也没有很明显的表达出来 哎 最后一杯掉转过来 咖啡味被压住了 椰子水味走前 所以这一杯是变了颜色的椰子水 带有一点点咖啡味 有可能是那些不爱喜欢喝咖啡 但是又想有咖啡的提升的人 就会喜欢这种味道 所以综合来讲的话 我还是选择这一杯 然后这一杯 然后剩下的四杯的话 这杯的话不选 这杯的话 因为我要加糖去调 所以我也不选 然后这杯不选 然后这杯的话可加糖可不加糖 所以我觉得我也会选这一杯 因为它的一个可以调嘛 不用那么麻烦 好了 只有我一个人选不够的 我还要叫所有十多个人过来 投一下票 看一下他们会倾向于哪一杯 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叫人过来 好了 大家会看到 所有人的盲测 看到的数据 跟我选的差不多 都是以这杯这杯这杯为主 那我都说了 肯定是女孩子可能会选这一杯多 因为她比较的甜 所以就会 人家都喜欢甜嘛 然后 这杯的话它比较均衡嘛 所以会比较大众化一点 然后这杯的话 它的那个香味啊 层次感都很足 所以会很多人选嘛 那测完之后 大家看那个结果 自行选择 盲测椰子水的那一个视频 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对椰子水的一些理解 还有各种的椰子水的那个配方 给到大家去尝试去上心 因为椰子水在天气热的时候 还是蛮受欢迎的 特别是广州的地区 你还能卖这一个冷饮卖到10月份 那椰子水的话 肯定就是新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 谢谢大家